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你觉不觉得特朗普 在入主白宫 会加剧 对中方在科技产业上的 禁制 所谓的中美科技战 会打得更加激烈 我想这个中美科技战2.0 应该都会快速打响 因为拜登政府 和特朗普政府 两个党在很多问题上 比如鲜肉问题 或者经济问题有很多分歧 但是两党很少有的一个 共识就是要对话 是继续银牌的 尤其是在科技上 即是AI也好 量子电脑也好 或者晶片的出口 都要捏到最紧 我想特朗普是会延续这个主线 做得更加严 我想比起拜登政府的时候 有几个事情会改变 一个就是在洗钱上面 拜登政府的做法 就是因为中国在制造业上面 是比较强整 虽然在晶片上 有中心国际 或者是华雄这些公司 但是主要是做一些 比较成熟类型的车用公共的晶片 但是在先进制程上面 中心国际都取下了不少成果 所以譬如华为这些公司 都可以做到很先进的 皮轮的手机晶片 或者星藤这一类的AI晶片 所以美国的做法就是 一来就吸引外资 就是给钱 就是所谓chips app 就是那个晶片与科学法案 就放了500亿美金 去令台识电话 三星这些海外大厂 或者就是扶起本地的一些公司 比如Intel或者美光这些公司 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去设厂 就令到供应链的安全是得到保障 但是我想特朗普的做法就是 他可能会将 现在的那个晶片法案的钱 就放下去 但是他未来四年 我想比较低的机会 会有第二轮的一个补贴 因为特朗普一向都是 对财政纪律是比较看重的 所以就不希望国家花了钱去补贴这个晶片产业 所以Intel这一类的公司 可能就未来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它如果不补贴的情况下 是比较难跟职电去竞争 还有第二就是提高这个关税 这个主要就是打击台职电 或者是一些硬件的供应商 比如现在看到很多PC或者手机 有一个组装的供应链 比如Dell、HP这一类的电脑供应商 或者是苹果手机 它那个组装链 其实都慢慢转向中国加日 不止是中国有很强大的生产基地 但是都会去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首选通常都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这一类的比较发达的人力成本 就低过中国的地方 还有少了关税影响 所以我想关税战是会继续开打的 只不过上一次2016年的时候 虽然对华开征很广乎哪个关税 但是其实对一些重点商品 就有剥变的 比如刚才所说的iPhone 但我觉得这次可能 有一个所谓Republican Swift 就是它完全掌控了两党 然后在一些重要的委任官员上面 都是安插了自己的 比较忠诚于特朗普阵营的人选的时候 我想它那个政策的旨意 是会贯彻一些 所以就未必需要好像之前那样 绑梭绑脚 是有很多政治怠协 所以可能会一直捏到底 把关税提高 就未必好像之前有这么大规模的豁免 或者怎么样